虽然管他们就要翻一排鸡炮 但其实排鸡炮那个词已经很久都没出现过了 Artifacts Monday The House of Fables House of Fables是他们这几个旗下的代理小组里面 相对作品比较好的 梦醒者永不入睡 那么各位直播和录播的观众来面好 这里是神奇奥黛丽 不是神奇陆夫人 游戏卡住了 稍等一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游戏 是Artifacts Monday公司最新出品的解谜游戏 叫做玩 不是 那个叫做梦醒者永不入睡 这个游戏是Artifacts Monday手下的游戏制作小组 The House of Fables 就是做那个斯拉夫预言 黄昏系列的那个制作组做的 他们手下的解谜游戏的这个质量呢 跟他们的Artifacts Monday公司的本公司的质量 算是55开的 算是55开的 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我对于他们 而且我见过他们制作小组本人 有照片以前也给大家看过 我对他们这个制作小组还是抱有一些好感的 还是抱有一些好感的 所以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带来这个游戏啊 我本人先出了镜 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最新的解谜游戏 说不定会给大家带来意想不错的收获 但是 但是啊 但是有一说一啊 咱们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拿出来的啊 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拿出来的 可能有新观众说陆夫人你这打开什么啊 新观众肯定不知道这是陆夫人解密游戏常有的东西啊 可爱又可那什么啊 反正实际上陆夫人我现在玩解密游戏 这已经算是其中的大乐趣之一了啊 算是其中的大乐趣之一了 好文档已经打开 让我来给大家看一眼 好就是正如大家所见 这是我们的ATFXMandy公司的解密游戏的几条真言啊 女主出车祸 钻石玻璃刀 破布玻璃钻石刀 破布玻璃刀 硬币螺丝刀 捕船用塑胶 女主爱锻造 而且爱练药 怕渣戴手套 生锈用油胶 被抓肯定跑 锁头流酸烧 翻译排击炮 动物嗷嗷叫 非常狠毒啊 这个是欧美人非常不喜欢的13 所以说陆夫人我就刻意举了13个 你怎么会这样做的 你可能在我的书上读了 我有些特别的技术 他们让我去探测一个人的自身 我会找出什么在抑制你女儿 我需要几分钟 所以请离开 I will call you when it's done I will make sure that none bothers you I will call you when it's done 如果事情完事了就打电话 事情完事了我就叫你 这次用的真的是靠不是打电话 你怎么翻译的 你怎么翻译的 打开我们的文档 然后在这个翻译排击炮这里 加上这个红色 你说什么遥控器 就比如说 女主角真矫情 她说了 这个遥控器这个电池容易掉出来 接触不良 她没有办法关 你说比如说这是遥控器 我帮你们放点电池 我可以拿两个手指头摁住了 之后我这么拖着我去摁 那太矫情了 那干嘛 拿招 别咱们按照彩色的原因来说 红色完了之后是橙色 如果再翻译排击炮的话 就是黄色 再翻译排击炮就是绿色 赤绿黄绿青蓝紫 我看看 我看看能不能到紫色 这个应该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 他怎么能翻译成游客的呢 他这个词 他这个词怎么能翻译成游客的呢 还有个牛眼和一个棕榈 棕榈是棕榈树 这个我理解 牛 终于 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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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天乐 绿了 我真不知道以西极是什么 我真不知道以西极是什么东西 首先肯定不是这个绿瓶的 拆了 不是不是这个副手套 唱 解锁成就智者 我不是智者 我是智障 那这个呗 这个是X X 那这个就是I 这个就是V 我找到了一个冰锥 看来暂时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了 之前翻译叫冰锥 我拿了两个他就叫盐丁了 坚果落在了座位 然后呢 旋扭在哪 我只有把手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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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芯片 我忍了 芯片 我忍了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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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你回来 我找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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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哇這什麼 哇這什麼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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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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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哎呦 这次这个翻译啊 咱拿甘蔗把这个栏杆给勾下来 啊 太黑了 得拿死亡手电筒照亮才行 啊 给死亡手电筒充电 啊 这个不是放电池的 这个死亡手电筒是充电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叫做死亡手电筒吗 因为他平时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东西你往前推 哎 可以照亮 你把这个东西往后推 他这个手手电筒的光 可以发可以发出这个强大的这个固态 这种雷射能力会 然后你就拿着这个死亡手电筒就可以挥 啊 然后呢 当你再往下扳的时候 他这个死亡手电筒的这个后半头也会 你就可以 第一任死亡手电筒的使用者 他的名字叫做达斯摩尔 他这个他的死亡手电筒玩的特别厉害 达斯摩尔 他死亡手电筒玩的特别厉害 这是跟他的师父学的 而且他的死亡手电筒跟别人不一样 他死亡手电筒打仗的时候是有声音的 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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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 这手电筒我已经编曲線去了 开车呀你开车了吗 这一次他们这个游戏公司没有钱吗 你不开车也就算了 你说话你东东阻雷 你不动东东东脸也行 他说撞警车 这不算女主角出的车祸 这不算女主角出的车祸 中理议他不是女主角开的 女主角是藤原托海 这个是中理议不是女主角 曼陀罗 这个是之前玩什么 他就是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杀话 我多少年没看见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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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死亡手电筒 快呀 我多少年没看见这个了 我好的 我雷得了 但凡所有没有看过陆夫人截迷的 没有看过陆夫人玩冒险的 没有看过神奇陆夫人玩这个ITFX 满地公司游戏的人通通出去 这个派鸡跑掉上班费 这神奇我从下了ITFX 真的出现了 罚了他了 这个游戏的反应他就该被查了 这个游戏的反应他就是该被查了 这个游戏的反应他就是该被查了 我和他后面上来 我来就是来玩 优秀的解密冒险游戏 我一开始以为ITFX满地下的游戏 反了他了 反了他了 这种人就应该 这个游戏的翻译就应该 拉出来 然后拿出位 大家爱怎么样 这次视频录完之后 我也不知道我想不想玩 ITFX满地下的游戏了 我这个 我这个是真没办法了 我这个词实在是没办法去改了 我已经没办法了 就这样嘛 再翻译出问题 我也改不了这个词了 他就这样嘛 他就这样嘛 精灵普里斯利 这个游戏的翻译人员 不光翻译水平不怎么低 而且 而且一点点的历史建文 什么知识系统都没有 普里斯利你都能 所以说 猫王从来没有去世过 猫王只是回到了 他那伟大的精灵国度 鱼缸里有些东西被淹死了 鱼缸里有东西被淹死了 你淹死死了 这个叫谜片扎棍 这是什么 铁 不错不错 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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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他自己去 我喝了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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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这个视频一定要发 这次这个视频一定要发 太有意思了 可可气都出来了 可可气 可可气 感谢观看